有初宝说老花姨小苏打兑水之后怎么叫花 你有病啊 小苏打兑水你见哪个大神小苏打兑水了 你为什么要用小苏打 神经病吗 就点凶了神经病 一会儿老花姨我在网上看到 你比方说橘子皮泡水的就是生根鸡 神经病吗你 你去见老花姨用几个橘子皮了 你说这个老花姨我这个商人的角度 老花姨这种五十毫升的卖九块九 搞活动的时候九块九卖你两瓶 九块九哎大哥 这一小瓶它就能兑五十斤的水 你知道吗五十斤什么概念 我嵌插十万克都够了基本上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我十万克嵌插我九块九我就够了 我为什么我搞那个动作 你像我们大棚里面嵌插这一瓶用不完 根本用不完一万瓶 就是一万平米的种植面积 这一次这一瓶都用不完才三十块钱 你省了什么钱 哎呀做肥料 小叔打兑水以后他让叶子有了 他都就是骗你的 就老花姨也是卖肥料的 就这一袋也是不到三十块钱 他能兑一吨水 一吨水你知道什么概念吗 臭宝 我们大棚里面每次浇水 浇一次都用不了一吨 是一次肥料都用不了 那你纠结了个什么劲啊 你就不能科学一点吗 他不是没有肥料 老花姨也卖肥料 我已经卖了就已经相当接地气 相当性价比了 又不是说靠肥料挣那么什么黑心钱 是吧 你也可以不买我的 但凡你听过一点的 稍微靠谱一点的 卖的肥料都没什么问题 你省了什么钱 你再追寻一些窝儿门邪道 就给有的臭宝似的 他想要长生不老 他就研究着吃蝎子腿 蚂蚁虚或者是 就整那些窝儿门邪道乱吃吧吃 最后把自己吃毛病了明白了吗 养花没有秘诀 他就很简单 十年男学生已经一年就学个专家汉 养花就这么简单 你看老花姨的视频 老花的好使得看十个八个 入门了 老花姨我比较笨 我还没有时间 你就牵头猪 你往猪鼻子上给他挂个手机 把老花姨的三千多个视频 全部拱一遍 明白了吗 猪都会养花了 都不用你 懂不懂 小兽打 点关注啊 我是老花姨 养花最转意 来吧 嗨 嘿嘿 嘿嘿 小兽打